为了提升身心障碍者的就业能力 巴黎导养院接受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补助 开办为期六个月的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 复合式烘焙班 除了安排职业训练课程 也提供考照的辅导服务 邪书身心障碍朋友顺利就业 由巴黎两岸院院长亲自为学员们穿上围裙 期许他们能好好学习 106年度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 复合式烘焙班 在日前正式开训 我们也祝福我们的12位今天的学员 他们都可以跟学长学姐一样 可以很顺利的在这个六个月的时间 突破重重的辛苦困难 然后一步一步的可以达到这个就业的市场 他们可能会是个案 那我们会尽量配合 让他们能够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还有辅导员 然后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大家长的地方 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任何困难的话 我们都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协助 烘焙班的学员完成六个月的职业训练课程之后 还会接受辅导参加烘焙 并集技术式证照考照以及辅导就业 让他们能成功重返职场 可以来参加这个home pay职讯 可以让我自己有一技资产 让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工作赚钱这样子 我也很开心这样 历年来在巴黎疗养院受训的学员 取得证照率平均为九成 其中有四年更高达百分之百 并且有五成以上可以顺利就业 成绩相当的封锁 记者沈志永林景于巴黎采访报道